三河地区靠近中寮的部分 民众奋力的在扫水 以及将土石冲刷下来的泥沙给清除干净 就在10月9号当天因为雨量实在太大 而刚好后方铁路遭受到土石的侵袭 有关单位将水流方向变更 导致三河中寮地区的民众 在10月10号民宅内突如其来的土石流 让他们吓都吓死了 本来没有那么严重 结果他昨天把那个水全部都挖从我们这边来 他说我们这里地比较高地比较高 所以都全部挖到这里 导致今天天还没那个15点起来的时候 你就已经水都已经阴到里面去了 新议员翁立营持续的关心了解灾情 议员表示实在是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灾害 光是一个外围环流的影响 连续的降雨也让山坡土石 无法附和 三河中 这个水是沙梅就流下来 还是早上流下来 沙梅就是我们这个水流 丘这就是三河中的水滑下来 出来后他们的水流都滑下来 然后他们来到晚上上去 然后他们都流下来 铁路 铁石松软 然后也让这个山上的水也一直冲下来 那在昨天下午 这个百姓就有在担心说 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冲到堵石里 后来他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水 那昨天晚上就抢修 然后到了三点多 我们希望说政府给我们善后 怎么来处理 那我们这个从南到北 我们泰玛里乡从南到北 大概风灾不断 也是像这样的土石鸟也蛮多的 那希望政府给我们善后 终于在10月10号接近中午时分 雨真的停了 让民众稍稍松一口气 未来后续还要进行清扫的工作 温凌云也反映 希望有关单位要共同探讨 后续该怎么解决 面对豪大雨量来临时 应该要有真正的解决之道 东太宣布温格在泰玛里乡的采访报道